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希望就这样紧抱着你 让你听到我一颗心 只为你跳不停 你是否会珍惜 因为你我可以 奋不顾身 哪怕流言蜚语 相识不疑 相爱不疑 我们身不由己 若回忆已没有意义 该如何把你去铭记 只是可惜 这样失去你 只是可惜 这样失去你 你没事吧 你们怎么样 好 陈校长 陈老师 那个我昨天晚上脚崴了 今天正好没课 我能不能请个假 不去学校了 要紧不要紧啊 没事没事 就是撑着精了 不妨碍上课 那我安排一下 哪一天有您的课 就派车去接您 不用不用 我这儿有人送我 陈校长 麻烦您就是 我外角的事啊 您别告诉卫明 他这人想象力丰富 芝麻大的小事 他都会觉得像天塌了似的 好 我有数 卫院长忙着分校的事 你怕他分心是不是 是 是 到时候他又往云京跑一趟 没必要 好吧 那谢谢陈校长 该上课的时候我就回去了 拜拜 沈宇 沈宇啊 你怎么没锁门啊 你 你伤得重不重啊 没事 多大点事啊 你妈专门跑一趟 不疼就好 没什么大问题 你别腻 腻就疼了 你们自己倒水啊 我这行动也不太方便 我妈还有事 我们得上班 你就看看你没什么大事 我们就走了 上班了就 对对对 我们走了 对对对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好 对对 行 好 这事 别跟温卫老师讲 他这人吧 就是 有时候就想象力特别丰富 什么想象力啊 就是 这么大的小车 他就觉得天塌了似的 见风就是雨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人性格 没错 没错 上班 是吧 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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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多想 多想 那那个 那上班吧 上班吧 我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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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们都在啊 你们都在啊 我们那个上班顺道路过 看看沈宇 他不是伤着了吗 那 那我们走了 我早点都买 你们留下来吃点 不不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那个 他他他他他伤没什么事 那我们就放心了 对对对 我们就放心了 你们聊 我们还得上班 非常着急 我们走 我们得上班 注意啊 好 小心点 我怎么觉得不准 这么大点事呢 你别见风就是雨啊 谁照须 喂 老婆 刚才爸打电话过来了啊 说北京啊 比咱们这儿热 那什么 爸妈有点糟 反正没什么事 我不计孩子 可能是对这个温度 不太敏感吧 我刚才 刚才那个 陈 陈校长 打电话过来夸你 说你身体健康 这个讲课生动 你说这打筷放一块 什么意思嘛 是不是 不是 那个 皇上叫我了 我待会儿再跟你谈 注意身体啊 拜拜 拜拜 怎么样忙的 忙呗 一堆繁杂事物 听着情绪 就是想老婆了吧 还没用呢 不是 他这人 就是一个嘚瑟人 您又不是不知道 出门在外 不知冷不知乐 有病都不知道按时吃药 您说那暖胃的药 应该每天都泡着吃吧 哎 人家放一边给忘了 还有刚才爱问我 说什么那个 孩子怎么样啊 爸妈怎么样啊 我说 我还可以 哎 对啊 那个陈校长啊 非得跟我说说什么 身体健康 脚与生动 老好啊 没事 我给你炒两个菜 带来盒水果 来 爸 公子 你怎么了 孙生 没事 我想想点凄凉 坐个轮椅哪儿老都去不了 一个人在家待着 饿了 累了 疼了 连个人搭把手都没有 就还疼呀 没事 忽然觉得这女人吧 结了婚 生了孩子 就会越来越被忽视 你说你不老 别急 过两年就老了 都在想什么呢 没想想啊 我这叫自我修炼 优等的心不必化力 但必须坚定 对吧 你要是无聊的话 我请两天假陪你吧 没必要耽误你工作 来吧 来吧 吃饭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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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去出去 转过去 转过去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我洗澡的精啊 转过去 我就洗个手而已 跟怎么着似的 人出去呢 来吧 臭小子 来吧 你 为什么把公司卖了 我小薇只是不想让里面对她的残缺仅此而已 为什么不找她 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不想她吗 不想她吗 当然想她 不然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难道不知道这里是顾小薇的地盘吗 对 你忽略了 你只觉得这里很美 所以你就来了 因为在你心里这里一直是最美的 因为这里无数次地留下过你们俩的声音 你们俩无数次地走过 不是沈远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表达什么 顾小薇收到知怕的那天 正好我也在 她很淡定 我很赢 我 于是就像闹鬼似的想把这事搞清楚 于是我就来了 于是我就碰见你了 被你的照顾弄得我 完全不想提不小薇三个字 好不容易提了你又不说 我现在好像只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搞清楚的 谢谢 是 这是我的小孩 我在中国认识 是 我 我 我 你好 没事的话 你先休息吧 我也去睡了 我的宿舍为什么有架不住啊 遇到你爸妈 怎么会觉得尴尬 你先抓牙套 我给你弄的了 拐杖我给你放次数文稿 莉莉 你 对不起 我只是有些事不太想说 因为不会当事者 就不会等 我知道 终于是 你在干什么呀 捆死我了 顾雨晨 睡觉了啊 妈妈陪你睡觉了 顾雨晨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以后线这边是你的 这边是我的 谁也不许超过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先睡吧 没事 妈妈不吵过来啊 妈妈 辰辰 妈妈 以后 有什么地方让你烦了 一定要告诉妈妈 我没烦你 我知道 好 什么肚子啊 会不会开车啊 她跑了她 行行行 好了好了 你开车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走神其中精神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沈宇和华伟林 不会有事吧 咱俩到底谁见风又是日啊 沈宇跟我们刻意地 不提华伟林三个字 结果自己却偷偷跑去找 这不明显存着心虚吗 还蹊跷地 正好被华伟林给撞了 就算没有预谋相处半个多月了 会不会旧情复燃 她可不是个有资之力的人哪 妈 你放这儿吧 来 那该够吃一顿吧 那该够吃一顿吧 回来啊 喂 喂 没事 晚上 来家吃饭呗 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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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朋友 先生 我们没有起到看管的作用 我们对不起文老师 请慢一点 行了 行了 你等着啊 你傻不傻呀 用手能插干净啊 来 出轨了 这位置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特别好啊 马上就当讲师了 还做得一手好菜 就算没有这些 你也不差 算你回聊天 来 在我的记忆里 好像还没正经给你做过饭吧 那时候没条件吗 女人学会相夫教子 好像才是生活的起点 但也是重点 女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日复一日 慢慢地 就忘了曾经的梦了 干吗这么说呀 告诉我 分开了 会有一点遗憾吗 你还爱我吗 你还爱我吗 我们 谁也别纠结过去啊 好吗 过了今晚 我发誓 我肯定不提了 告诉我 无法去 我还是搞不懂女人 我想也许 女人 其实很复杂 就像我 来的时候无数值地看过自己 我是为顾小薇来的 我想为她做点了什么 但是 当我付诸行动 来找你的时候 心态 又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 借你之前 我要包个头巾 戴个墨镜 跟偷情似的 生怕人看见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想搞清楚什么 可能就是想搞清楚 顾小薇走之后 你为什么不追 你到底想不想追 你们俩感情到底走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挺可笑的 好像这些问题 刚忘了躲中央似的 所以那天我发无名火 就是觉得 我这种心态 挺低头的 别这么说自己 让我说真对不起吧 从此以后 我就愿意可平常心待你 对不起 曾经那么不安 我如此地 怀疑你的心情 我如此地 揣测你的想法 然后恍然 我只想走 现在不会了 为您 我老婆 我一直都觉得 我可能没那么爱她 但是我发现 我好像慢慢地适应了 这种感觉 好像慢慢地喜欢上的 这种感觉 天冷了 她会栩栩栋栋地 让我加辈子 捂得我一身是汗 她还要惶恐我是不是体虚 就跟我急过一次 就被传成了家暴教授 我还经常拿这个 小小的气不太下 她跟你完全不一样 她跟你完全不一样 有些机会 有些计较 但我真的习惯了 我发现 我慢慢地 开始担心她了 她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想插一架 我都想插一架 好吧 我吐完了 现在可以 心无旁面地 帮顾小薇说话 就算你不想说你也要放我 这是我来这里的使命 你看我我都拿 你还爱不爱我这样的问题 来套你话 你要再不回答我 我这次来 就真变成跟你暧昧了 我曾经跟小薇发誓 要送她到幸福 我想照顾她一辈子 因为你 没错 我还在爱你 你 我只要说这话不应该 不能跟你长久 我和你一样 所以我希望另外一段感情 再不要和你一样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没有把她追回来 其实我很想 你要是跟那些提前了 非得跟那些领吧 你这人真可笑 明明是你错了 别人 我就没对过 别人 别人 你们不看奥运了 不看了 吵架 吵架 这是 那个 加油站碰到了 所以我说让人来家里吃个饭 刚好遇到 想说顺便聊一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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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小妈妈 你学给你们的福 告诉妈妈 你学给你们的福 告诉妈妈 这种饭也没什么不成长 是吧 这个 我们家小雨从来都是自律的 听你们这话 怎么那么有内涵啊 想法能别太世俗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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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条 妈妈 干什么啊 偷差别的信件是违法的 你再这样 我告你啊 你说什么 你说你要告我 我是女妈 你说出这种话你绝不绝情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好妈妈 你不尊重人 你考试心肺 我 不是 我 那个我 拜托美女 注意点形象好不好 啊 鬼啊 的人 脸 על 你 hostage 通 ей 有吃饭 随便 来 你們 我 就 把 什么 可 这个嘛 果然碰到 咱一起吃个饭不算什么 这个呀 我们家小语从来都是自律的 综上所述 虽然世俗的颤音难免存在 但从小家庭的融融气象来看 一切猜测都是摘不住脚 沈宇在行为上是自律的 在心理上是坦荡的 所以徐杰同学 不要再发生心神不宁 句实道道 害我把车开上马路牙子的惨剧了 可以吗 头发也不舒服 衣服松松垮垮的 这叫什么女人啊 这呢 我都这样了 都这样了 没人管我呀 下个月的开卖会 咱们谈吧哪里 买房子在官网 银行在收起贷口 反正都不举起 我再考虑考虑 来 点搜紧点 赞点都不收 老猪 哇 看 终于肯露面了啊 这小半年都不露脸啊 不会是去做整容了吧 老猪 马上绑定民政局登记 免得他又跑了 放心吧 我跑不了 我马上就要成为你们的股东了 什么意思啊 之前 我总说还没有到露面的时候 是真的 不能成为对你有用的人 我就没有信心露面 还好 现在可以了 要不然再躲下去 就真成老妈子了 股市到了六千点我亲的仓 翻了两倍 期货也是真到转点时 把卖公司所有的钱都砸了进去 干了票大的 相信我 对市场的敏锐 本工无人能及 告诉我 最近挂得怎么样 要不想让儿子变成二世主 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投资没钱花 相信我 账上多了几千万 银行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 相信我 所有号称楼市会爹的人 也都是急着买房的人 你们先吃 我去个洗手间 晨晨 给我透露透露吧 你妈最近 没问题吧 初步好吗 跟我透露透露 你还喜欢我妈吧 那拜托你快一点 赶紧去她做老婆吧 要不然我会烦死的 是不是啊 为什么 缺男人呗 好了 不再漏水 最近气色不错呀 遇到什么好事了 没有 不 就觉得好些事 都轻松多了 是不是把公司卖了 让小薇散足了本 狠赚了一把 没有 跟这事没有关系 以后你不要再来这儿了 你断了她的退路 逼着她往远处飞呀 那你还黏着这儿干吗呢 灯憋了水管坏了 我可以叫维修 我生活能自立 我们不沾气 你用着一趟一趟的 阿姨 甭辩解 言情小说我看得比你多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尊重她的意愿嘛 想飞就想飞嘛 想飞就放她一马嘛 对吗 问题是 你连她想不想飞 你都没搞明白 我告诉你啊 这人啊 没有留不住的 沈宇 小薇 你留住谁了 留住谁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在爱 你冲击亮就是 被这俩妖精给绑架了而已 你还真的别跟人猪蟹自比 人家猪铁自罪小薇是纵容 你是不敢 你是心里没底 你怕失去怕辜负 你想太多了 所以你连理所当然你都做不到 因为你没在爱啊 有个地方 总在心里珍藏 那么久远 却无法遗忘 有段时光 总忍不住回望 心上的人儿 不知在谁身旁 有多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四面卡在心上 日出天长 你别沉了 心愿 有多花儿 总在心中绽放 那么甜蜜 还带着感伤 梦中的人儿 是否插去泪光 青春的激情 融化所有悲伤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换绑 爱过就不能忘 ジュ遭六 四面卡在心上 保护知苹 远色添长 一遍却成了 心阳 爱过就不能忘 回忆满点飞扬 越想隐藏 越是被他捆绑 爱过就不能忘 四面刻在心上 宇宙天长 你变成了信仰 宇宙天长 你变成了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